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十六章 海上抓松鸡 下面要讲的是我的另一次海上之旅 不过这次不是和菲利普斯船长 而是同汉密登船长一起出行的 当时我们从英国出发 准备到东印度去 这次我多带了一个助手 一只善补松鸡的猎犬 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 猎犬通常是在陆地上打猎时才能有所帮助 海上旅行带猎犬能有什么用 哈哈 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 这次的旅行航程非常长 而且船上的日子非常枯燥 所以我只是单纯的想多带一个助手在身边 至少可以节节闷儿 更何况 我的这个助手嗅觉非常灵敏 还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如果他在海上也能有一点半点的成绩 那也是件不错的事情呀 后来 在我们的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彻底印证了我对这个助手的评价 也让汉密登船长和他的船员们大开眼界 那就是我们航行到离陆地至少还有300海里的时候 我的猎犬突然竖起了双耳 并狂吠不已 我非常惊讶 因为通常他只在发现猎物时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而此刻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 哪来的猎物呢 你们不要和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闻到了鱼或者海龟的味道而叫唤的 那不可能 因为他只对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有捕猎的反应 可是现在他确确实实是在狂吠 所以我确信他应该是有所发现 于是我立即把这一个情况反映给了汉密登船长 可我还没说完 船长和他的海员们就哈哈哈哈的嘲笑起来 说我的猎犬一定是因为晕船才这样的 绝对不是发现了什么猎物 听到这样的答复 我顿时觉得我和助手蒙受了无比巨大的羞辱 一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猎犬 怎么会因为晕船而发假警报呢 我还是坚定地认为我的助手发现了猎物 并因此和船长他们争执了起来 最后 为了表明我对猎犬的信任 我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建议 那就是打一个豪赌 如果在半小时内没有发现猎物 我将把我三分之一的财富送给他们 当然 如果我赢了 他们也将付出等额的金钱 可是就算这样 船长仍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 他甚至笑话我 是不是因为发烧了 所以乱说虎话 但当我越来越激动 以至于有些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他不再嘲笑了 而是派人找船上的医生 来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当医生确认我身体无恙 神志清楚时 船长有些着急了 他坚持让医生再给我好好检查一次 可医生却和我一样 坚决维护自己的看法 这让船长有些为难了 由于再三之后 汉梅登船长接受了我的赌约 不过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绝对不会做那种趁火打劫的事 所以他同意打赌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目前的事态让他无法回避 不赌的话我不会罢休 赌的话 至少可以在赢了后把钱还给我 那样还算公平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对汉梅登船长的人品 愈加敬佩了 而且和他建立了更为深厚的感情 现在继续说我的猎犬吧 当我们一群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他一直十分坚定地站在原地 警觉地竖着他的耳朵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海面 看到他这样的举动 我更加坚信我会赢了 不过 结论还需等待时间来揭晓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 水兽们可不能像我和汉梅登船长一样闲着 他们还得撒网捕鱼 好让厨房每天有新鲜的食材来给大家做饭 剩下的海货则会在抵达下个港口时卖掉 以换些辛苦钱 他们撒下鱼网 等船开出一段距离后 再把网拉起来 将网中的海鱼海龟海蟹一一捡出来 然后再把鱼网撒下去 等待下一次的收获 就当我和汉梅登船长 看着他们重复的撒网收网时 他们突然兴奋地惊叫起来 原来 刚撒下去的鱼网 突然变得很沉 像是网中了什么很大的家伙 而这时 我的猎犬也激动起来 对着鱼网狂吠 见到这样的情景 大家纷纷冲过去 奋力把鱼网拉了上来 嘿 是一条鲨鱼 而我的猎犬 见到鲨鱼后 竟吠得更加厉害了 这让在场的水手们都笑了 他们说 这条犬一定是被鲨鱼给吓坏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失态的举动 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注意到 鲨鱼的肚子非常骨 里面应该装了不少东西 而这些东西 才会是猎犬狂吠的原因 于是我让水手们 将鲨鱼的肚子抛开 哈哈 快猜猜 我们发现了什么 里面竟然有十多只活蹦乱跳的松鸡 和一只刚下完仔的老猫 那老猫的身边 正依偎着几只可爱的小奶猫 松鸡中也有一只当妈妈了 它的胯下正敷着几个蛋 而其中一个 正好在我们剖开鲨鱼肚子的时候破壳了 一只毛茸茸的小鸡仔 歪歪倒倒的站了起来 嘿 这可真是一个超级友爱 超级让人兴奋的场景 在场的不少水手 都高兴地脱下水手帽并拿在手上甩动起来 这下船上的每个人都相信了我之前说的话 而汉密登船长 则更是率先给我赔礼道歉 希望我对他刚才的言行能有所包含 并承诺赌约里规定的金钱 他一定会在返航后如数给我 说实话 我并没有把赌约放在心上 因为我打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钱 不过既然他如此有诚意 那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接下来的航程里 我受到了汉密登船长的最高款贷 这点非常对我的胃口 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注重荣誉和体面的人 而船上的其他人也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每天的菜谱里 多了松鸡和松鸡蛋 这可比顿顿都是鱼虾要强多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到这里 接待欢喜的结局其实也挺不错的 不是吗